讨厌讨厌不要这样嘛 嗯 这么多人不要这样嘛 怕什么怕来嘛 旁边那个大妈真讨厌 嗯 大妈你能不能不要那样啊 现在的年轻人呐 真是没法说了 那就这样了 嗯 表现的真不错 哦好刺激啊 在大庭广众之下 哦你也喜欢这样刺激的感觉吗 哦是的 从深圳回来了啊 我现在发现我在家里 在家里拍那个评测的话 老是会感觉有点 不大自在 感觉有点太official了 我还是更喜欢像这种 聊天啊 夸博 吹水的形式跟大家聊聊 这次去深圳呢 我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啊 整个展会呢 呃 我看了一下 说实话啊 人气最多的几个展台 像摩迪呀 柚子呀 小野呀 火器呀 飞比呀 维他呀 这样的换蛋玉珠油的那种 搞品牌加盟体验什么的 然后 把这个大招牌一放啊 现在加盟线下店有什么样的政策啊 什么什么装修或者礼包什么什么什么的 呃 人气最大的 基本上都是那种 换蛋玉珠油的产品 Juicy的掌柜非常少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啊 来的都是一些香料公司 波顿旗下的那种中箱啊 还有Vapor9 我还看到的韩斯 做油的不多 呃 然后今年很奇怪 然后就是 像以往的话 啊 我要推荐我的几个口味 我都会准备好设备 像像去年啊什么都有有人很多用那个Lost Wave的那个对样机 都会把我不同的口味灌好 让大家试 今年的油的掌柜基本上都没有给大家试 就把油 放那儿 极少的啊 像关系比较好 我一过去 哎呀你不是老许吗 是吧 哎呀我给你灌一个 试试 所以油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很萧条 开放式的最火的呢 人气最旺的啊 Uwell U川 是吧他们的大展台 Flavor Factory 可谓工厂 然后 再有一个就是 和风非常浓郁的 小姐姐请的很多 打扮得很漂亮 让很多蓝的在驻足 就般若 就这开放式的 基本上就是两个品牌 人气非常旺 然后再就是加热不燃烧的 像中烟的那些 哎也有一些人 今天讲话就这样啊 你要问我从头到尾 有没有什么有印象的产品 我告诉你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就刚好是那个 Uwell的Ward Ring 是吧 K7 是因为是在展会 开始之前 我就已经出了评测了 所以他们在展会上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啊 这个我就不提了 这个就不算是展会上的产品了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在这个展会上可能热点度比较高的 在开放式的古旧市波尔的那个小奶茶啊 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叫什么名字 嗯 开放式的还有一海一海推出了一款 换蛋玉珠油的 嗯 当时我在展会上也试了一下 他们的他们的工作人员不断的向我强调 我们用过来市面上所有的换蛋玉珠油 我们的口感是最好的 不断的向我强调啊 当然我知道这个话其实不应该由他们说应该由用户说 然后他们也推出681 嗯 多了五档预设 取消了DFI 然后价格会更便宜 油的方面呢 是Uwell出了一款油叫DTB 叫Do the best 做最好啊 这个 这个愿望是很好的啊 嗯 推出了10个口味 眼前一亮 我有这个好抽的 就他们一款叫做清明酸奶的一个口味 我知道之前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味道啊 像SWICKS的那个男猪 对吧 然后后来GZT有草莓油酸乳 那个杰克也有什么草莓酸奶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还有其他的酸奶啊 我用的就是这些 这些都是奶加那个酸酸乳 就是乳酸菌饮料的感觉 严格来说不算是非常正的酸奶的味道 因为我们吃酸奶就知道它有酸味 甜味有奶味 是吧 还冰一点 这次推出了10个口味里面 只有一个清明酸奶 我一用 哇塞 这是我目前抽过最正的酸奶味 真的是酸奶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去Cafe Racer的展位去做了一会儿啊 齐魂是咱们新推出的口味对不对 我直接就在他们展位上试了一下 他们是用的 Atri新出的MT4这个设备 它是唯一我见到的一个专门做油的 还专门每个口味提供的机器给人家试的 其他几个都不行 齐魂的四个口味 芒果中锅中菊 是一个很好的芒果味 但是设备上同样的比较多 个性不明显 可乐呢比较浓郁 甜味呢比较明显 可乐算是一个吧 可乐我觉得还蛮好抽的 桃子呢 pitch桃子汁 是我也之前比较期待的 因为之前大头给我发一张图 你看看 就个人感觉哇 这个遐想连连的 会有多么多汁 是多么美味的感觉 但是后来用 诶 我感觉这跟我想象中 那种多汁的那种pitch的那种感觉 还是有点距离 反而 它有个苹果 这个苹果味道 我反而觉得这个味道 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然后我还用了那个 blackstar黑心的那个 小红帽的丁眼版 就是卖香烟草的那个 那个以前真的是很棒啊 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费心子 像这种blackstar innavape hello啊这些都属于新用户 我可能就不大知道的以前的那种老牌的品牌 你看今天这展会啊 我从头到尾 我看到的外国人呢 就我注意到的啊 不超过五个 其中有一个在cafe racer的那个展 展会上流连了很久 试了很多 还让我拿个小本子记录了一下 因为这个ICIE说实话 其实最大的帮助就是一个 对外的一个 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外的一些 呃 经销商会来这边来采购 但今年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国内的用户 而国内的市场 最大的一个市场开拓 都是换摊玉竹油的品牌 都是什么摩提啊 柚子小野啊 加盟我们什么什么 都这些 所以今年对于以外贸为主的那些品牌的话 说实话今天的帮助可能不大 你说你要说做开放式的 现在也没有谁提出一个专卖店的一个概念啊 虽然啊 波罗和那个UI也都在 我看他们也放了那个招牌 也都推出了一些加盟的实体 加盟的一些一些一些东西啊 并且现在开放式系统的品牌 基本上都会有都会有这样的打法 就是我出专门的 in device设备是吧 同时我也有自己品牌的juicy 你像波罗 对吧 波罗他旗下有ggt 这个品牌的啊 香薰盐 你看现在UWELL U川是吧 他们开始自己在推他们的DTB Do the best 这个品牌的啊 他们就是想把设备和盐打包在一起 这样才可以较好的来进行一个品牌设计店的一个推广 不然你 你卖我的设备 然后又卖的其他的品牌的盐 这样不行 这样不形成一个整体的品牌形象吧 所以今年就我注意到的啊 就波罗跟U川 叫UWELL 这两个品牌 他们开始了这个捆绑式的 然后在今天展会上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呢 就是这个展位 他们是一个做物化新方案的 然后呢 这是他们推出了超声波物化的技术 那么它的优点很明显 就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啊 它不存在加热 所以它不存在说高温 对这个Juicy的原材料产生的裂解的影响 没有发热丝 就不存在说哎呀 发热丝在高温状态下长期会怎么怎么样哎 也不存在这种情况 因为不加热 所以不存在弧心 因为不加热 所以就不存在一个碳化 不存在一个积碳 是吧 因为不加热 所以就不存在一个干烧 相比现在的传统的加热物化技术 它是更安全的 我能想象的一个缺点 因为我们看了空气雾化器嘛 就往外面喷烟 是不是颗粒感到很重啊 抽起来很冰啊 因为不加热吗 是不是口腔液化情况很严重啊 这也是我之前一直担心的 直到我就是在展会上 我用了它们的原型机 我当时那个味道 我记得肯定就是坚果太八口的味道 哇塞 我跟你说 跟我用的目前现在的加热式的 香薰加湿器而言 体验上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我当时很惊讶 我说哇 这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可以出成品的一种 一种那个状态了 但是呢 它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很多的 为什么 因为现有的一个行业的产业链啊 大部分都是基于加热物化 这种核心的工作原理 现在的上下游产业链 发热丝 导游材料 是吧 导游体 物化体 像Fume啊 我们是最牛逼的陶瓷物化解决方案什么的 像很多啊 像包括UV啊 或者很多一些现有的品牌 它们在加热物化的这个产业中 它们已经形成自己的头部的品牌和优势 这东西对大家都是个新东西 然后 它如果推广起来了 极有可能就危机到我们现有现在成熟的一个产业体系 要转型呢 转型是很痛的 肯定会有一段 两方共存的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技术对于新兴的品牌 你看啊 混淡 玉珠油 所有新进的品牌 都要去跟 悦克 Multi 之前砸钱进去的那些幼子 小爷去打 你怎么打得过呀 人家已经有现在的一个市场份额了 对不对 所以混淡19咱们不说了 在开放式系统里面 现在没有 在国内没有一个品牌 在超声波物化这方面 推出自己的产品 你如果现在推出一款产品的话 在这个领域 你是没有任何竞争手 竞争对手的 你第一个做 就是快速的第一批囊货自己的用户 快速在这个物化领域 新的一个领域内 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口碑 我不知道你们赞不赞成我的说法 然后你可能也有人会说 会像我之前一样 会疑惑 乘声波物化 会有哪些缺点 会不方便的地方 我相信这些都不是问题 因为在展规上的我的实际体验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已经是可以到了 可以拿成品出来 推广的地步了 他们可能会存在一些 我们无法预见的一些问题 因为毕竟是新东西嘛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一些问题啊 潜在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 我相信有有什么困难的话 也都终将会得到一个克服啊 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 国内第一家 推出超声波物化技术的相性驾驶器 我很期待 让我们一起看看 是哪个品牌会第一个推出 到时候我第一时间 要来体验一下 好了 这个是我 这是我一些论八七八道的看法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 你们会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啊 但是我 我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嗯 大家求同存异吧 好吧 好了 我是一白老许 这就是我这次深圳知识的 我的一些感悟 我们下期再见